時間又短 但是問題就說他不是原生的 所以他很多事情 可能會有辦不到的問題 所以這部分的話我覺得各位可以 如果對這部分有興趣的話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其實這邊 而且做出來還不錯 很多東西實際上 尤其在做那個 Google map上面 就是Google地圖 如果你用那個JDK就是 Android SDK來開發 你會發現真的是 真的是麻煩到快要吐血了 可是如果你用風格來做 哇 簡直是 如果相比的話 可能 時間我誇張一點講了大概差100倍吧 你那個用風格來做 馬上可以看到地圖 馬上可以呈現出來馬上打地標 地標上面還可以點下去還可以跳出去你還挑哪一頁去 非常方便 但是你原生的方式 還要先上網註冊 而且Google map從 V1版直接跳V2 完全不一樣 我跟你講我之前教的 教V2我已經準備好很多很多的 講義教材 結果他變V2之後 我快吐血了 完全不能用 因為一點 都不一樣 那流程 為什麼 其實為什麼會變V2 主要是因為Google他想要收錢 V1版 就是直接是 有點像直接Share 反正大家用 V2為什麼呢 因為 大家流量變大了 開發 人員 很多都用他的東西 那可是他收不到錢 所以他如果流量在 好像一天 100 100到100個還是100以內的話是不收錢 超過的話還是要收錢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Google已經開始慢慢收網了 什麼東西都不用錢 也許啦 你在使用量很小的時候是不用錢 但是使用量 大的時候就要收錢 所以這部分提供給各位 這邊有蠻多東西 這個是第一個 其他相關的那個頻道部分 這邊有兩個 OK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那一天 禮拜 三考試的時候 基本上 你們的環境應該就 好像就在這裡考 那考試的方式的話 我大概說明一下 第一個他會先 要你們在桌面上面 執行這個 考試系統 這個可愛端的考試系統 然後這個考試系統的打開之後你就輸入你的身份字號 直接輸入身份字號 然後確定是你這個人 你們好像要帶證件 如果標準考試的話帶證件放在桌面上查閱 然後呢 他會在C點裡面 產生一個 叫ANS.CSF的資料夾 他會把相關的 兩個資料夾 就是 第一題跟第二題放在那個資料夾裡面 那你們可以選擇把它call出來 或者是直接 直接用Eclipse的工作區 直接就指向C點底下的那個 NS.CSF 都可以 那最後的話 反正你做達完結果呢 還是要call進去 那這個部分的話 在試題裡面都有說明 所以 如果避免 有一點錯誤的話 盡量就是說 我先把那個題目 打開來好了 那基本上 將來考試的這個題目部分呢 會跟 我們看到的 這個試題基本上是一模一模